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10月9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時間 我們繼續和大家揭露更加多經濟話題 今天也來到 農曆年 是9月初七 就快來到重陽節 這一節要繼續和大家承接著上一節 的話題 話說這個 叫做 是舊市的北水 不似預期的 所謂的舊市大招差不多已經 叫做進出 現在就大件事了 因為 有很多人的期望被辜負了 更加早前 不少的藍絲 包括大量的藍絲QL 出來紛紛分析 就說 現在這個 舊市的效應 沒有那麼快出來的 還有這個減息 還要一段時間才會 反映 好了 似乎 是 等不到 本身有大招 去救 就已經 很多人都擔心 喂 實體經濟還未恢復到 好啦 每個人走去炒股 我就算當股市微臨 就算股市微臨 是不是 財富效應真的可以延伸到實體經濟呢 本身已經成為疑問了 更何況 本身炒股的錢 就跟樓市的錢 是互相排斥的 如果我有錢 拿去炒股 自然 沒有錢 走去賣樓了 所以這個根本大問題又再出來了 結果就是導致很多人 是叫做空歡喜的 香港才正正 沒有任何的解救辦法 下年一大堆 是商界 都覺得香港完全沒有任何起色的 剩下一班 就是瘋狂打飛機的藍絲 甚至乎出來大叫 中央不可以沒有了香港的 那一段時間就說完了 恆生指數崩盤了 雖然 嚴格來說 如果你計算了半年的話 恆子還是上升 但是 仍然的表現相當不濟 不要忘記 民間財富還沒有拿乾 所以一直也有傳言 說這次中國大陸 你的最後托市 就是要收割最後一波的 不過對於這個說法也有保留 原因是甚麼呢 如果我真的要收割最後的民間財富 是沒有理由 短時間就收工的 因為根本還沒有引救 足夠的魚 是入場的 還有很多人 是繼續拒絕相信 就是說整台大氣 是做不住 好 那就糟糕了 本來還有不少人期望 炒股賺到錢 人們就會重新有投資信心 就會 是繼續出來買樓的 實在太過樂觀了 大家都知道 就算我當今轉中國大陸還有香港 股市能夠炒上 大家都知道這個純粹是利用了 政策最後的反撲來的 有很多人覺得 反正都一潭死水了 不如 過大海倒兩手而已 如果有得撿就撿回去 如果沒有 繼續 是在 是不知道 坐鑑圍城 完全沒有辦法 大家也知道股市炒上去 實體經濟 根本沒有好過 也沒有人相信中國大陸的企業有實績 所以 所有的大行其實這次也是紛紛暢談的 但是既然你炒高 就把貨全給你了 所以就造成了今天那個局面 結果就是 這次 舊市的期望太大 實際的效果是太低 而且 舊市 力度實在是太薄弱 很快就無以為計 所以不要說股市 股市還未夠 更加不要說樓市 樓市這幾個星期差不多像冰封狀態一樣 二手樓成交 差不多又破身低 利息已經減了給你了 仍然一潭死水 再加上 所謂憧憬救市大招 現在又是落空的 那就麻煩了 所有的利好因素差不多已經 全部進出 而所有的 所謂好因素差不多越走越遠 因為如果 連所謂救市大招都沒有效的時候 還有甚麼大招可以再救呢 即是說現在普遍 的預期就是中國大陸 是無力回天 我的確也有錯盤 我是覺得 他 應該可以玩一會 竟然死得那麼快 比我想像中 是短很多 這次這一浪 看看香港樓市 就是大大鑊的 因為 不僅成交接近冰封 還要賣掉 幾乎都是洩漿來的 好了 團職了大量的 一手貨 貨尾的發展商 到底要怎樣出貨呢 最初還期望 救完市之後 人們會有錢 就會有投資信心 但是現在 是個幾星期 就差不多 徹底整個故事是已經爆破的 我還以為會有機會像 港股值通車當年 起碼也玩回一頭半個月 結果 真的完全受不了 好了 最後一招出完之後都是這樣的情況 幾乎差不多 是斷定了現在 是前景暗淡的 沒有了救市招式 坦白說 我都想不到到底大陸 如果這樣 出完招也沒有用 還有甚麼可以做去救經濟呢 除了 是真金白銀 拿錢出來 去救之外 其實已經沒有別的方法 這次中國大陸是等於搞中國版本的量化寬鬆的 但是你搞量化寬鬆 就是諸多限制的 這樣量化寬鬆了 錢 不會流入資產 沒有了資產泡沫 永遠都不會再有泡沫經濟 因為泡沫經濟 本身就是因為大量的資金 湧入資產市場 使得水漲船高 是人人覺得自己膨脹了 副身家 所以願意消費 唯一 可以應付泡沫經濟的方法 只有更大的泡沫 今天 中國大陸 已經不能夠再製造一個更大的泡沫 連玩回最後一轉都玩不成 真的不好意思 如果這一轉 都玩到這樣的款的話 真的 在一個 很長的時間 都不覺得他有方法可以扭轉局勢 不要忘記了 基本因素沒有改變過 撤資 移民 那些人沒有錢 每一件事根本都沒有改變 到底 要在哪裏擠些錢出來 跟你去買樓呢 肯定擠不到出來的 這次真的有一股焦味 最大的焦味 都是莫過於那些藍絲KOL 基本上登足十年八年 跟著跟你說這次會大升 其實真的有一股焦味 果然 是焦了 比我想像中真的快太多了 坦白說 令人失望啊 還以為可以不斷地轉口話題 跟大家說多一些經濟的情況 不過 看看這個星期很多 是無知的藍絲的評論 都知道其實是大件事的了 包括還有很多無知的藍絲 還覺得現在這次 中國大陸 是在救香港的 其實根本是全錯 中國大陸這次根本不是在救香港 是自救 因為 他再崩盤的話 政權就不暈了 所以這次 中國大陸版本 的所謂 假量化寬鬆 是為了使得中國大陸 暫時頂著 根本是壓根箱 沒有想過要救什麼香港 你這次 是供不回 恆生指數 是活躍 亦都不要預期會有任何的資金 湧入去香港搞IPO 所以 香港仍然作為金融中心 曾經 仍然也是保不住的 這一節錄音的時候 恆子今天還沒跌 直至這一刻為止 稍微微上升了 少少 上升了 是不足一個百分點 如果你是地產商 你現在一定很頭癢 下年叫做最後的希望 也剛剛 是破滅了 手頭上還有那麼多貨還沒出 你跟我說救市竟然能夠過一個星期 還有很多樓盤還沒賣 我們今節 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好 今節時間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